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针对同轴电纜的部分呢 我们计算了 就是这个同轴电纜 里面如果是一个 实心的导体 然后 好 那我们说 电流呢 是这样子流 这样子过来 ok 那我们在计算的时候呢 我说对某一圈 那你可以知道这个磁场 好 电流I是这样 磁场的话 对这里的话是 这个 出来的情况 然后 这边是进去 所以我们在上一堂课 针对了 这个部分 这是半径 小A 半径大V 那我们说 那我们说 这个region里面的磁场V 是2π A平方 Mu0ir5 然后 R带A小B的部分 是等1 2πR Mu0i5 那我们去计算 那我们去计算了 这个flux flux是哪里的flux呢 就是通过 通过这个 这个 红色的这个 横截面的flux 那这个flux呢 就是你的磁场 乘上你的D S 那 我们刚刚 已经知道 这个 The S 的话呢 是 相当于 D 我们把 我们把 横截面 剖开来看的话 这个距离是A A 所以 这个flux 通过的 这个 截面 的 截面 G 这是 DR 那你这个 长度是L 的话 那我们 可以看到的话 这个是V 然后乘上 LDR 它的 这个 截面的方向 还是 Phi的方向 所以 V跟Phi的方向是相同 那你现在 V的部分 要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是从0G到A的部分 是2piA平方 mu0ir 然后LDR 再加上 从 A G到B的部分 是2piR的 mu0i 然后乘上LDR OK 这是我们在上一堂课 我们已经计算到 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说 我们这个 是等于2pi mu0i Log的 A分之V 再加上 2piA平方 mu0i 2分之1的 A平方 等一下 这边有一个部分 是 必须要澄清一下的是 这边应该是从 A到R 不是R R到A 不是A到 R到A OK OK 因为 你要去计算的是 这里面的电流 OK 所产生的这个flux 在通过的flux 所以 这里面的电流通过的flux 是从这里一直开始计算起 所以从R一直到A这个区域 OK 那这里面就变成2分之1 A平方减R平方的部分 那在这里 有一点 要注意的就是说 既然你已经计算的就是 我从 这电流外面的flux 从这里开始算的flux的话 那换句话说 你这里的I 这边的I 已经不是total的I 而是什么 而是某一个小部分的I 那换句话说 我们说我们的flux linkage 我们本来的定义是说 它有N扎导线 然后乘上这N扎导线 每一扎导线的flux 但是呢 我们这个例子呢 是 连一扎 你都还没有 也就是这个N 它是小1的 换句话说 这个N 基本上面是 因为你这个I 完全不已 没有完整的 I total的I 是这整个 OK 所以 我必须把这个N的角色 把它转换成什么 就是在这里的I 它只是一部分的I而已 那这部分的I 是等于多少 这部分的I呢 是等于πA平方 乘以2πR的DR 这个整个Total的面积 乘上这个小的小部分的面积 然后乘上I OK 所以你现在你知道就是 我变成我的I 这边的I呢 全部要转换 转换 转换是什么 转换成 ππ消掉 A平方分之2R DR的I OK 那 因为你这个转换的时候 我这边还有一个L 我少掉了 我把L写上 这边L写上 因为你这样子的转换的话呢 我现在 我可以去写上 我的DLambda 除以L 就等于是2π μ0 OK L已经除过去了 好 然后乘上I的部分 就变成是 A平方分之2R I Log Log A分之B D R OK 再加上 这一项L除过去 2π A平方分之 μ0 哦 这边22 所以写成4 然后I的部分 用A平方分之2R I DR 内部的部分不要变 外部的部分不变 0到A的部分是全部的I了 所以你外部的部分不变 把它加起来 把它整个写上 2πA平方 μ0L 这边的I 是total的I L已经拿出去了 乘以A平方 有没有问题 那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The I的部分 我们把它写 哪一个地方有问题 还是 等一下我看 还是要的 OK 这边I还是要的 还是A平方 2R DR 所以 你现在你看到的 2πA平方这个部分 把它挤在一起 你的Dλ 单位体积的 Blox Linkage 把它挤起来 就是你 Total的 Linkage 除以L 那你积分的部分 一样的部分是 我们说前面这一项 是要从0 一直挤到A了 OK 那它的整个值 是等于 OK 2R消掉 PiA平方 Mu0I Log A分 是B RDR 然后后面那一下 一样的 是从0G到A PiPi2 等一下 这是4 这边放进来 4 所以22又消掉一个 所以变成是 2πA四四方 Mu0I Mu0I A平方 -R平方 RDR 你做这整个的积分 那这一项是 常数项 你把它拿到外面来 这变成PiA平方 Mu0I Log的A分之B 然后是2分之1 的A平方 那后面的部分 一样的 这边是等于 2πA四方 Mu0I 那这个呢 是等于 这边是2分之 A的四次 A平方 R平方 减掉 3 4分之 R四次 方 还有0 G到 A 那把它带进来的话 这个变成是 2分之 A四次 方 减掉 4分之 A四次 方 换句话说 这个是4分之 A平方 那 我们就看到了 前面的2π A平方 已经跟它消掉 Mu0I Log A分之B 然后后面 这一项的部分 这个消掉 平方 然后就加上 8π分之 这是四次方 OK 8π分之 Mu0I 换句话说 你现在 你要计算 有什么问题吗 我们的这个单位的 长度的 这个电感值的部分的话 你把I 提出来 就变成是 2π Mu0 Log A分之B 加上 8π分之 Mu0 这就是我们的结果 OK 对这个结果 有两个部分 这是第一个部分 然后这个是第二个部分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件事情 对于 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称为 Internal Inductance OK 然后这一部分呢 称为 External Inductance OK 你可以看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这两项 所对应 产生的 一个值的部分的话 在这一部分 在这一部分 所称出来的值 它是 后面的部分 你是外部的 Linkage 从0到V 这个部分的Linkage 再Link 跟内部的部分的 就是 外部的Linkage 的部分 然后这一部分呢 是完全内部的Linkage 的部分 所对应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啊 平常呢 你要注意的一件事情 我们后面还会再把这个问题 拿出来 这一项 有一个 很特殊的 情况 假设啊 假设啊 它的值 非常大的情况之下的时候 那只要它是大于四分之一的时候 它就 远小于它了 OK 另外一件事情是 这一项呢 如果在高频率的时候 那在高频率的时候呢 我们会发现一件 有趣的事情 就是说 我们有一个叫做 Skin Effect 肌肤效益 也就是说 我们的 这个电流啊 整个 会发生的 它几乎把电流呢 整个 不是均匀的 流过了 为什么不是均匀流过 你现在你想象 所有的电荷通通是在流的时候 那它都会产生一个磁场 那这个磁场的话 就好像什么 就好像是 这两根是平行的导线 每一个都是平行的导线 那每根平行的导线 它会怎样 会相吸 对不对 相吸的时候 这个整个会怎样 会收缩 对不对 不是哦 是吗 这牌子来一次相吸 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 相吸 OK 所以你会发现说 这整个Skin Effect 对 它肌肤效益 但是呢 我们看到就是说 在肌肤效益的时候的话 不止这个 里面的 连这个外面的部分 都会有肌肤效益的部分 里面的部分 它会吸 但是这两个部分呢 它电流是什么 会相排斥 对不对 所以它会有 它的Skin Effect 还是会 会排斥的 所以说 基本上 Skin Effect的部分 会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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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上面 Skin Effect的是 它整个电流是 到 那个 表面的 的肌肤上面 所以我们会发现说 这里面的电流呢 几乎是空的 全部的电流几乎排在它的表面上 就好像 就好像这里面的电流呢 是什么 是在它表面上 那它就好像是一个 Surface的 Current 一样 换句话说 你会发现啊 这一项 你几乎是可以把它当成是 零来看待的 OK 那 外面这一 这个 这个项 是我们比较 不完全确定的项 在下 后面我们会再回来看这个例子的时候 你会发现 那时候的 计算结果 用Energy去计算 就不是八π分之μ0 它会有二分之一的效应 所以 这个例子 你就 再把它记住 这个Internal的 Inductance的部分 是一个 未定的一个 数目在这个地方 这是我们对于这个 同轴电纰的部分 那 同轴电纰除了 这种情况以外 我们在 整个的电路学里面的话 还有一个东西是 常常 会碰到的 那它也会产生一个电感 而这个呢 是一个很麻烦的一个事情 是什么事呢 我们看到 只要两根导线 那这根导线呢 你把它放在这个位置 另外一根导线 你把它放在 距离它平行的导线 基本上面不是平行 也可以去计算 但是它复杂程度会更复杂 我们现在先举个平行的例子来看待 那这两根导线 它也有 质感值 如何看待它呢 我们说我们假设 这两根导线 就是一个什么东西 一个回路 这个回路是什么 便流从这边流 流到无穷远的地方 然后再回来 然后再到无穷远的地方回来 这样子的一个回路 这样了解吗 所以我们说 只要有一个回路 你就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inductance 那至于这种情况的话 它的inductance是多少呢 首先第一件事情 刚刚我们已经计算过说 它的internal conductance的部分 那它有一个internal conductance 那这个internal conductance呢 是等于 8π分之μ0 这是我们之前 已经计算过的 现在你有两个 导线 所以各有8π分之μ0 ok 这是第一个 那 这就变成4π分之μ0 那第二个 external inductance 那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说 你如果这个是视为一个导线 这样子过来 那你现在要算的是什么 算的是通过这里的 这个 的flux 对不对 然后去算它的linkage 然后linkage除以i才是l嘛 所以你现在你看 这一个区域的flux 首先 我们可以看 因为你已经假设是什么 这是无穷远 这也是无穷远 所以 理论上面这是两个平行的导线 在这个区间里面 每一点的区间 我说在这个x的位置 那这两个距离 是d 那这是x的位置 它的磁 磁通密度是等于多少 第一件事情是 对它来讲的话 它是有一个 V是往上的V1 对它呢 一样的 有一个V2 我不要画成大小 一样 所以你的totalV 它应该是V1 加V2的值 对不对 在这一点的V 那total的V是V1 加V2呢 V1是等于多少 V1 在这一点 V1是等于多少 2πx 2πx mu0i 这一方向 那V2呢 2π d-x 所以它是V2 是V2 这没有问题 应该没有问题吧 所以我们的totalV 就等于2πm0i 的x分之1 加上d-x分之1 什么问题 V2的方向 还是Z方向 OK 所以我们看到的 我们这是total的V 所以你现在你的linkage 那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是很长的 所以我们per unit length 所以我们的lambda除以l lambda的部分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phi OK 那我们的 这个phi的话呢 是等于Vtotal的dot ds 看到了 l分之1 V dot ds V是等于2πm0i OK x分之1加 d-x分之1 那你的ds是等于多少 ds是不是 每一个 这中间每一个 小的切面 就是你的dx OK 所以你就是等于长度乘上什么 dx 那没有问题 这就是你的dx 那方向刚好是跟 正的J方向是一样的 那 我们马上我们可以ll消掉 那从哪里开始G起 从这一点 如果你的半径这是A的话 那你就是从A开始G起 G到哪里 G到d-a的region 从这个点 一直G到这个点 那有没有问题 这就是你通过这里面的floss 就是 那个导线的外边开始G到这边 这个导线的外边 那我们看到了这个整个的结果 那我们看到了这个整个的结果 D-x 从A D-a 你把它带进去 那 D-a带进去 就变成D-D 加A 就是log的 A 然后 A带进来 就是D-a 所以 这个是 D-a 这一项就是等于这样 换句话说 它跟它是刚好是 这边还有一个负号 因为这是负的 所以刚好是负值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π分之μ0i log的 A分之D- 这就是我们的 这个结果 那我们说 total的linkage的部分 有两项 一项就是我们 这是outside external的 我们用e还表示好了 这个是internal 所以我们的totallinkage 的 那个safe inductance 要把这两项 加在一起 就是我们的 总共的值 那你加起来的部分的话 就变成 4π分之μ0 加上 π分之μ0 i已经除掉了 i没有除掉 所以这边i会除掉 i分之μ0 log的 a分之m0 b- 就得到了我们的结果 OK 有没有问题 到这里 好 所以我们同样的 你只要看到 这个 已经跟我们导线里面 有没有流过电流 已经没关系的 最重要的就是说 你有两个平行的 conductance 就是这个 conduction line 的时候的话 你就有一个电感存在了 这个电感呢 是引起某些效应的 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那有没有问题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所以从这个例子里面 课本里面的话 有两个部分是 同样的 例子 那这个两个例子的话呢 如果你刚刚这两个例子 都能够 掌握住的时候 那课本的例子 就不是大问题了 那我想 这两个例子 我就留给你们自己去 去啊 第一个部分的话呢 我说一个导线 那这个导线 跟旁边 有一个导线 刚刚那个导线是什么 跟它平行的 我说 不一定 它要跟它平行 我随便形状 在课本的例子是 我随便找一个导线 那这个导线的话呢 是 这个形状的话 那 要看它们两个的 这个 负感的值是什么样子 那换句话说 你这时候 你就可以去 把 这个电流 和这边的电流 假设出来 或者是说 你假设个方向相反 也没有关系 这是电流 那你去看 这两个的负感 是什么样子 这是第一个 当然你要 fluss 你要一个一个切出来 然后去计算 那另外一种 是很简单的 在上一堂课 已经 要你们去计算了 我说 单一的导 一个 螺旋旋管的时候 它有 质感值 那如果 这个螺旋旋管 上面在成了 一个导线 那它之间 就会有一个 负感值 那负感值 是等于多少 这也是我们 很常看到的例子 所以这两个例子的话 在课本里面 你们都可以把它 课本的例题里面 都已经有答案 那你们可以去把它 看一下 这整个的情况 好了